冬去春来,鹰偷白鸟生,幽州境内一路两旁纷纷吐绿的草木丛中,经常可见成群结队的小巧黄鹰鸟穿梭其中,可惜北梁鸣风粗利,没有那入春十分便意要去听鹰提黄黄的文人雅士,道路上一架马车缓缓北行,车厢内女子手上多了葛从低矮之头摘下的鹰巢,偶尔掀开帘子去看一看沿途风光。 一路行来,为了赶时间,少有在城池里的停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女子最尴尬的莫过于人有三级,她第一次想要如厕,双腿夹紧,咬牙苦苦坚持了半个时辰,早已察觉异样的她偏偏不开口,当她终于憋不住,开口要下车,等她低头反身坐回车厢,还听她说了葛恶劣的笑话,她说以前有葛官员为服私房体察名义, 结果在荒郊也领肚子不舒服起来,每次有点念头就要马夫帮她寻一处幽静地方好脱裤子,马夫替官老爷接连找了几个地方,可等官老爷每次解开裤腰带蹲下,就又不想了,到后来马夫就每当官老爷问起找这地方没,都说没找到,于是官老爷终于支撑不下去,跳下马车后边跑边脱好不容易终于舒坦了, 回来的时候感慨那儿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她最后还火上浇油问了她一句,是不是找着风水宝地了,她在回来途中顺手摘了那只松针草碎编织而成的阴巢,听闻过后就狠狠砸过去,被男子单手话园轻轻接过阴巢,笑着地还给她,将功补过说了见自己的糗事,说她当年游历时,一次无意间去茅测,听到隔壁动静不小,百无聊赖, 就出口调笑了几句兄弟你是不是吃大蒜了,结果稍等片刻,她的茅房就给一名脸如冰霜的女侠拿剑拆掉小门,吓得她差点掉进茅坑里,赶忙拿手护住当步,到头来还被那女侠冷着脸威胁要砍断她的三条腿 这你娘的真是祸从口出啊,如果不是她集中生智,猛然间松开手,让那女侠好好见识了一番何谓雄风大阵,将其吓退,恐怕免不了吃一顿宝揍 裴南伟看着她说这混账话时少有流露表面的洋洋得意,哭笑不得,就也没有再跟她计较什么 堂堂北梁世子都这么狼狈过,她一个早已不是凡王正非的女子,也就懒得装女侠了 这趟北行边关,路途中一直不断有有准略连传递密报,徐凤年自然没有说那些重要军情 不过一些葛无商大雅的密文都尽数说给她听,例如青阳宫里的青城王吴灵素如今入京受封,分去了天师府那位羽衣清香的半杯羹,得以化僵而至,手握大拳,一同执掌南北道门 一向高高在上的龙虎山似乎受不了这等委屈,很快拿出了压箱底的杀手锏 据传长教赵丹霞修成了道教里最为艰深的玉皇楼,与老天师赵熙义父子二人连妹悍然飞升 然后朝廷马上准许京城里的青祠宰相赵丹平担任南方道门长教,并且破例恩赐天师府年轻道士赵宁神入朝为官,成为一名比黄门狼更让人眼馋的天子竟是起居狼 还有一一庄室就与庙堂无关,纯粹是江湖人江湖士,嗜好吃剑的无名老剑客终于出了一剑,却不是五帝成王先知亲自出手 而是任由四名敌传弟子一一挡剑,前头三名公认天纵之才的徒弟都无力抵挡 最后是被那位一直被师弟遮掩锋芒的大徒弟于新郎,以刀挡下此剑,震动江湖 这名刀客立即被视作可让顾剑堂大将军全力一战的顶尖高手 听到这些让江湖儿郎哥哥热血沸腾的引擎内幕,裴南伟提不起半点兴致,左耳进右耳出,只当作姐们的小段子 临近边赛,马车在青岸郡稍作停留,徐凤年特意带着裴南伟在一座酒楼吃了顿当地独有的清津饭 是将南竹树叶捣烂取枝尽你蒸熟的饭食,其色饭清,香气诱人 只是剩饭的大青花碗竟然碗口扩近一尺,看得裴南伟目瞪口呆 他豁出去才吃了小半碗就实在淹不下去 徐凤年自己那一碗风眷云涌一扫而空,就不客气拿过裴南伟的饭碗,依旧津津有味 徐衍兵先前没有进入酒楼,随后露面时身边多了一名身穿断面便服的中年男子 还在低头吃饭的徐凤年招了招手,是一相貌清奇的男子座下 男子落座后轻声说道,莫将参见世子殿下 徐凤年放好空碗和筷子,懒洋洋靠着粗制裂造而略显崎岖不平的椅背,笑着打去道 黄府平,还莫将什么啊,都已经由果一都位变成了总领一州军权的幽州将军了,当得还习惯 已是新任幽州将军的黄府称没有寻常将领校尉的惶恐和谦虚 只是审声道,万死不敢让殿下失望 徐凤年点头道,陈席亮在管理严正一事,如果他没有跟你求助,你黄府称就不用自作多情了 任由那些不受管束的地方豪横去蹦打,什么时候陈席亮开口跟你借兵杀人,你再动手,到时候别手软 黄府称在北梁道的窜声速度,仅次于灵州刺史徐北指,是当之无愧的殿下心腹 不过代价之大实在让人心寒,那可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族满门死绝啊 这样一个观影大到丧心病狂的黄府称,在幽州官场的口碑自然可想而知 只是黄府称在北梁本就是背水一战,这种阴险小人想要结党也没人愿意跟他同习而作 这种最适合用作借刀杀人的傀儡,可以说是谁用谁放心,不过在北梁也就徐凤年有资格握刀而已 言多必失,加上黄府称一向信奉拿功劳换官职,即便非黄腾达,也给人郁郁不欢的错觉 徐凤年也不管这位幽州将军是否吃过,仍是帮他点了一份清津饭 笑道,你把幽州江湖势力整合得不错,我姐那边对你这件事评价不低 我准你以后大大方方把手脚伸长到梁州 对了,饭钱你付,我就当你进过了地主之仪 站起身恭送世子殿下离去,坐下后,黄府平大口扒饭 最后他在酒楼伙计看傻子的眼神中掏出所有金银,一股脑放在桌上,扬长而去 地主之仪,这些随身攜带的金银,就买下了整个幽州的军权,是昂贵还是便宜 马车驶出清暗郡城,徐凤年书星躺在车厢内,翘着二郎腿打着宝格 裴南伟姬笑道,这个声名狼藉的黄府秤不正是你所说的没底线之人 你不也用得舒服书星 徐凤年笑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底线 黄府秤,甚至是楚路山,其实都没有外界想得那么简单 他们跟好人自然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货色,不过要说有没有底线 要我来说,比起那些一边鸾铜侠迹一边口口声声忧国忧民的清谈民事,要有底线多了 太把自己当人的,很容易不把别人当人 瞧着不把自己当人的,反而更能留下一点赤子之心 达葛不太恰当的比方,武当山和龙虎山,同是道教祖庭 天师府的皇子贵人满身仙气,高不可攀 不是达官显贵都走不进那扇门 武当山上辈分最高的老道人,没什么仙气 道是能跟百姓相克捞家常,你说谁更有人情味一些 黄府秤给我当走狗,我这个世子殿下也好 黄府秤自己也罢,都不会否认,可黄府秤肚子里的辛酸苦辣 真要让这幽州将军倒苦水,你都不忍心听 裴南伟平淡道,我也不想听 徐凤年唏嘘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就只有无故翻书的清风知晓了 裴南伟愣了愣,笑道,看不出来,你也会伤春悲秋 徐凤年白眼道,我好歹是一年做出家师摆篇的才子好不好 裴南伟斜眼拆台道,买师超师也算 徐凤年笑道,如果不是我重金买下这些北梁韩式的诗篇 你以为他们有足够盘缠去千里之外的京城赶考 裴南伟反问道,可曾有一人说你的好话念你的恩情 徐凤年撇了撇嘴,有点罕见的尴尬,大概是说了我没听到而已 裴南伟冷笑道,再者,北梁平吉,世子更是凋零 结果都被你双手奉送给了朝廷 你这个世子殿下,真是好大的赌量 徐凤年摸了摸能撑下两大青花晚清金饭的肚子 自嘲道,赌量是不小 不过好人有好报,当下不就有进千外乡世子来北梁扎根了 幽州青岸郡在往北便是边境燕之郡了 之所以被称为燕之郡 在于燕之的婆娘出了名的郡俏 哪怕在中原地带也久闻其名 江南道一些富贵老翁都已纳窃了一房正直妙龄的燕之郡女子未容 许多有些姿色又不甘受苦的燕之郡女子,大多喜欢离开边关前往富饶的中原 一去不复海,即便其中许多可怜女子沦落封尘,也绝不回头 被黎阳朝廷嘲笑为墙里开花墙外乡 燕之郡又有一座同名的燕之县,更是盛产水灵美女 能娶个燕之县婆姨回家热炕头,那真是男人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幽州官员没一房燕之女子当侍妾或是通房丫鬟,那都不没脸面出门跟同僚打招呼 裴南伟可能是燕凡透顶了那累赘的帷貌 在黄昏中进入燕之郡城客栈过夜时,舍弃了帷貌 被有幸认清他容颜的男女都惊为天人 今天是降服元年的元宵佳节 元宵是大节日,官名同乐,一同出门赏灯 幽州境内显然与有葛梁仓的灵州有大不相同 街上灯是热闹归热闹,却瞧不出几分辉煌气势 男女一事也以简约居多,不如灵州那般喜好豪奢 幽州既不是徐家所在的梁州,也不是相对安稳舒适的灵州 一直被幽州官员自嘲为后娘养的,有点出席和门路的都削尖了脑袋往灵州那边收刮油水 当然不会忘记捎带上一两位重金购得的燕之郡县女子 作为陌生官场进阶的敲门砖,送银子多俗气 万一送少了还遭白眼,送女子才能既雅气又实惠麻 徐凤年和裴南伟并肩而行,有点郎才女貌的味道 夜幕中只能借着灯火映照,稍远一些,便看不真切裴南伟的滋容 这才没有引起太大轰动,只是一些见过他脸庞伸断的,就都在不肯远去 不是自己碗里的,凑近了多看几眼别人碗里的,也能将就这解馋 几个有手好闲的浪荡地痞胆子不小,想要趁着人头攒动过来凯游 被徐凤年一脚踹出去老远,都是些色力内人的小虾米,敢怒不敢言 而且理亏在先,这之后就收敛许多,本来是要装模作样要喊人来为欧那公子哥的 只是没谁乐意少看几眼那壁画上与美飞天般的妇人,也就幸幸然作罢 加上幽州境内寻常时候斗欧官府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在元宵灯事上闹事,肯定得被寻成假事抓起来剥掉好几层皮 在徐凤年跟裴南尾声前走着三名世子,听口音是傅良的中原世子,时有星号星号是听闻燕之俊美女如云 满大街唾手可得的良人美眷,就跑来碰运气了,北梁女子风气豪放,他们保不齐就有一场露水姻缘了 三位年轻世子早就看见身后那少妇年岁的绝美女子,碍于礼数和自经身份,没好意思搭讪,就只得放慢脚步故意大放雀词 嗓门其大,像是在哪里比谁更与不惊人死不休,有说跟灵州某位官老爷是亲戚,很快就要进入郡城官衙担任官员 有说一直都是黎阳王朝心怀叵测在看北梁的热闹,如今西楚复国在即,北梁终于也可以端板凳磕瓜子,坐下来瞧一瞧朝廷的笑话咯 也有说自幼变向往边赛的铁马金戈,哪个书生万户猴,这才放弃了触手可及的功名,要来这贫苦之地从军入伍 徐凤年听到一位书生提到那刀刀不休西楚复国的胜负手,笑了笑,加快步子上前,主动问道 这位公子,你怎知西楚复国注定会在半年之内惨淡收场 那却有几分清雅气质的书生没有答复徐凤年,牛头不对马嘴,偏向裴南伟 自我介绍道,小子是江南道婉沙郡范氏子弟 徐凤年也顺水推周故作惊讶道,婉沙郡范氏,那可是就北汉南边最著名的郡望大族 不曾想范公子家事如此宣赫,整个北梁也挑不出几家啊 必然是咱们北梁的那些太守大人也要当成做上兵的,荣幸,见到范公子真是荣幸 其余一名世子也赶紧自报家门,是冬月道上的十早周氏 剩下一名读书人大概是出身平平的缘故,愤懵无言 其实晚沙饭是跟十早周氏在春秋期间枝叶繁茂 也不是什么门槛高不可攀的一等门阀 只要在当地姓范姓周,多半都能攀上清漆 没谁会真的当回事 这两位,显然也是来到眼界不宽的北梁扯大旗 以便烂于充数 在这个富贵人家奴仆都能眼尖到凭借一根腰带看穿家底深厚的年代 这样的拙劣伎俩实在不值一提 他们显然小区了北梁官员的道衡 北梁是穷,可穷的都是那些面朝黄土被朝天的老百姓 当官的,真不穷 徐凤年本来还想套话找乐子 没料到裴南伟的言语才算无庸置疑的石破天惊 你们姓盛名谁,关老娘屁事 老娘只喜欢两百斤以上的健壮汉子 你们仨都滚一边凉快去 三名读书人如遭雷劈 然后屁都不敢放一个,灰溜溜走掉 徐凤年朝裴南伟伸出大拇指 他啰了啰并角青丝,转头时翘了翘嘴角 一脸老娘不出手则已出手臂无敌的稀罕表情 徐凤年哪壶不开提哪壶 嘖嘖赞叹道 北梁真是快风水宝地 裴姐姐也染上豪迈气概了 裴南伟横眉冷对 一脚踹在徐凤年鞋背上 往死里拧了拧 徐凤年吃软不吃硬 更不吃痛 自顾自难难自语道 才半年 曹长青和孙希记两大西楚移民联手 不至于如此不济世吧 裴南伟冷淡道 会死很多人的 徐凤年眼神冰凉 缓缓说道 是啊 是会死很多人 可你也要知道西楚有那么多替发逃缠的 不惜自闭于地窖的 顿入山林做野老的 是兴封了大半夜敲更 寻成叫嚷着都是鬼都是鬼的 都是生不如死 这群念念不忘西楚王朝的孤魂野鬼 恨不得脱家带口一起死的壮烈些 这样愚中的移民 你都不知道如何去评价 裴南伟恨恨道 他们想要死得其所 没谁拦着 但是别连累 只想着过安稳日子 睡安稳觉的无辜百姓 徐凤年笑道 以前总觉得你死气沉沉 像是那种出没于深山古寺里 披着人皮的女鬼 今天才知道你还能说上几句人话 要不你留在这烟之郡 说不定以后你就彻底成为一个大活人了 什么时候怀念听朝湖边的鲁尾档 再回去看就是了 裴南伟毫不犹豫到 好 徐凤年有了一瞬的诗神 这个出口轻巧的字眼 他似乎也曾对人说过 只是徐凤年很快就恢复常态 点头微笑道 那我就只能显摆一下世子身份了 跟烟之郡太守大人打声招呼 给你置办一座不会被人打搅的私宅 徐凤年问路问到了太守府邸 不凑巧郡守大人也带着一大帮家眷 跟百姓众乐乐去了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的门房 见他气态不俗 就让他在偏门小房内坐着 等了足足两个时辰 连那位门房都有些佩服这个年轻人的耐性 其间多次殷勤虚寒问暖端茶送水 这自然是徐凤年借了烟之谱上陪美人的光 郡守红山东诚信而归时 揉了揉眼睛 他这辈子还踏足过北梁王府 没认出那位公子哥 但认出那名只能站着的护从 大将军的贴身侍卫徐衍兵 有一年大将军巡视边关 途径烟之郡城 红山东有幸见过一面 此人竟是有资格跟大将军一同坐着饮食喝酒 记忆尤为鲜明深刻 徐衍兵都需要站着 那么坐着喝茶的年轻人是谁 红山东又不是缺心眼的傻子 顿时就恋神福秀 扑通一声跪地 拜见了这位力临寒舍的世子殿下 一大堆拥挤在小屋门外的 红家子孙都瞪大眼睛 年龄稍大的 知晓了人情事故 有些畏惧年龄小的干净眼神里则充满了同真同趣的好奇 别看一郡父母官的太守府邸门槛不算低 可府上迄今为止接见官员中官帽子最大的 也不过是上任幽州将军 世子殿下是多大的官 等这个年轻人将来穿上正黄蟒袍当上北梁王 全黎阳就都知道有多大了 在书香浓郁的书房密谈 红山东从头到尾都没有胆子去看一眼陪南尾 知道这位没有什么明确明分的女子会在胭脂郡住下后 也是有惊没喜 他红山东倒是不介意把他当一尊女菩萨供奉起来 这是他应该做的 未必是什么攻击 可自古红颜祸水 万一出了丁点人披露 那他原本还算一帆风顺的仕途可不就走到头了 只是世子殿下开了金口 那他红山东就只能咬碎牙齿也得挤出笑脸映成下来 当夜太守大人就折腾出来一栋有山有水的雅致宅子 徐凤年顺便让死士盈暗中跟燕之郡蝶子打声招呼 死士盈本就是个极微深重的大蝶子 对此类勾当熟门熟路 自可办的滴水不漏 然后徐凤年弃了那辆已是多余的马车 跟徐衍兵两骑连夜出城 赶赴并不陌生的倒马关 陪南围走下马车的时候 不忘拎着那顶围帽 仅有两名上了岁数婢女的幽静宅子 他站在院子里不言不语 直到去房间睡觉前 丢了围帽在院子 在屋内梳妆柜上撇见几何很精致讨巧的名贵胭脂 冷笑道都是累赘 看似值钱的物件 有几样是真正值钱的未完待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